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只马也是上季 图程中是124磅 大家以为是否两个镜头有问题 不是的 因为这场赛事下雨 当天它是在湿地跑的 但是不要忘记这只保勒生辉上季排外档 它一样都可以在干块的场地里排入直位置 始终这只马也不是用得很多 所以这次就介绍给大家 看回这场赛事 虽然在变化场地跑 9号这只保勒生辉 但是嘉莉的发挥也不错 来到最后这300的图程中 它在内篮一路开始打下去 这只马也有点反应 看到它开始是迫前面的马 4号这只香川之寶就没什么 最后这几部 这只新力高升 蓝色三星力是这只 后想走上来紫色眼罩 这只都搞乱了 没交换 明显黏地的性能比较好 但是保勒生辉 最后这几部走上来都不是完全没有走势 省了一条篮 见嘉莉一路打上来的时候 虽然在变化场地里都浪费多了力 但是都叫做顶多个第二 最后这一步都叫做顶着这只六只 刚刚在这场赛事 它就都趴了位置 所以其实见到这只马 无论是干快地 或者是在这个湿地里都可以发挥到 找去做胆应该都没问题的 它外档又得 内档又得 而且这次都是轻榜辉嘉莉11号的保勒生辉 我就会找去做胆 脚那方面有几只马大家都要留意 第一只就是标志科学 其实上次我在这个钻石推介里 都推介了给大家 上次非常之厉害 爆了一个都非常之冷的位置 大家如果有跟过一下 那都是要留意的 而且其实阿铒在节目都说过 这只马是要留意的 这次有个二档 適合河车 不过唯一一样东西就比较担心 因为上次他就找个派仔骑斯骑 有10磅减 落回苏绍辉 背到135磅 大家这里要留意 如果不是背那么重磅的话 其实我就会找他做胆的 但是始终有个好档 大家都要留意 另一只要大家去看就是这只 鑽石宝宝 其实上季他都已经是开了齿的 不过后来在7月10号那场赛事 发挥就不太好 看到他这只马上季不是用得太多 这次其实他是梁家俊 130磅 应该其实凭着质身都可以去兼顾 最后一只跟大家去留意一下 就是这只 得力宝区 就是5号这只得力宝区 这次8档都是130磅 何宅搖棋 其实你说得力宝区 所以上季他的表现都不是很好 都是跑过三次位置 刚刚开季的时候 那次是何明年跑 就是跑过第四 今季他季初在9月11号的场次 他都是输给标志科学 用金梦想和中橫天下 这次其实移原身之后 我觉得配合何宅瑤 和吕健威都应该是薄满 所以这次的场次我就会精选了 由这个十一档 十二档的保利生辉来做胆 脚拖就是 3号的标志科学 4号的转身保保 和5号的得力宝区 大家就可以去参考一下 希望大家就赢多些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